高雄地区在今天傍晚忽然雷雨交加 雷急甚至造成了高雄市三明区 新兴区和高雄县人五香大停电 高雄市50层大楼 还甚至发生有孕妇受困电梯的意外事件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画面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下班时间呢 高雄地区突然的雷雨交加 天空甚至不断的有闪电 雷急也造成高雄县市好几个地方大停电 高雄市的50层大楼呢 还有一名孕妇受困电梯 这名已经有怀孕四个月的孕妇 她下班刚搭上电梯就突然遇上雷急 造成电梯故障 孕妇受困在里面将近十分钟 幸好有电梯的人员呢 紧急赶到救出了这个受困的孕妇 孕妇呢却已经吓得一身冷汗了 幸好并没有影响到她肚女的胎儿